俄罗斯日前轰炸一所位于卢干斯克的避难学校造成60人死亡 使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G7视讯会议中以这起事件举例表示 这种做法就是模仿纳粹 然后泽伦斯基强调 目前所有发展只围绕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战事到底要持续多久 乌克兰人还要牺牲多少性命 西方必须要尽一切可能帮助乌克兰人结束这场战争 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特别到基辅为乌克兰加油打气 他表示普丁明显犯下战争罪 而泽伦斯基还利用这个场合颁发勋章 给乌克兰战功标柄的扫雷拳子弹 子弹在这个场合毫不怯场朝杜鲁多叫了几声 在俄罗斯入侵之后 子弹已经帮忙扫除数百个地雷 以及爆裂物被认为是乌克兰的护国神犬 子弹日前还召开记者会 但恐怕是太累了 撑了没有两下就开始打瞌睡 可爱的模样让网友笑翻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呢还有这一种款 这种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了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 我们下期再见